作曲 李宗盛 爱情就像预留伏笔的插曲 而我却措手不及 幸福就像心花怒放的旋律 闭上眼睛感受你给的甜蜜 也许我不该犹豫 也许这就是命运 与爱为敌 哪怕最后只剩回忆 我们的故事被写写成情歌 眼泪学会了该怎么放手 我们的故事被写写成情歌 总有千切割 不仅第一个 让梦如此的深刻 我们的故事被写写成情歌 眼泪学会了该怎么放手 我们的故事被写写成情歌 总有千切割 不仅第一个 让梦如此的深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可 你回来了 你怎么过来了 怎么不事先打个电话 没事 可可 我就是想来感谢你 谢我 谢我什么 当然是你 那你让直潮给顶峰注资的事情 我和凌云 等等 注资什么 什么注资啊 我没有让我哥给顶峰注资啊 怎么 你不知情 这 这不可能 我想 你不想让我欠你人情 不过可可 真的要感谢你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但是 如果有人偷偷给顶峰注资 带来感谢的 不应该是陈雷云吗 为什么是你 你 如果你只是去帮她的 需要做到这个程度吗 她现在所走的路 都是我以前走过的 她所经历的困难 都是我以前所经历的 她现在有你在她的身边 那我呢 可可 我知道你辛苦 其实 我不想做一个小气的女人 我故作大度 我劝你去顶峰帮她 我可以避开和顶峰的竞争 我只是不想让你为难 但是你知道吗 爱情都是自私的 我也希望看到你 能够时时刻刻的 一直在我身边 能够全心全意地帮我 而不是 为了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注资 你就这样冒雨跑过来 跟我说感谢 我不需要你的感谢 我只要 别说了 我爱你 你说什么 我说 周可可 我爱你 我现在终于知道自己的内心了 原来我早就已经爱上了你 可可 原谅我 原谅我再自私一次 凌云她是我的亲人 我的妹妹 等我帮她渡过这个难关以后 我就会全心全意地爱你 守在你的身边再也不离开 可可 原谅我 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么多对不起 好吗 不害怕 也不要 也不要 再求你原谅 去年的夏 满山遍野的花 多后悔 要为展示手帕 轻手推开 什么鬼天线 突然就下雨了 回来了 回来了 许晗 不是 你怎么在我们家 我 你还穿我的衣服 这 你 你不是吧你这个 什么情况 我去 哥 不是 你们俩在家干吗 我能带人回来 你带 怎么回事 说什么呢 我们是因为在外面淋湿了 我怕喜欢赵亮 所以才把你的衣服给他穿呢 俊超 不好意思啊 等我洗干净以后 我带你送回来 好好好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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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就送你了 怎么了 我的天哪 你穿我衣服 好看 时尚 特别的棒 得亏我回来了 不然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 哥 胡说什么呢 我 我没胡说呀 那个 你看 我也淋湿了 我得去换个衣服对不对 不怕失身 就怕临感冒 俊超 我想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 好好好 我妹是吧 今年二十四岁 美丽大方忠诚可爱 而且没有家族病子 我们没有什么结婚的习俗 一点简单大方 够清楚了吧 哥 你再胡说我可要打你了 不是这件事情啊 那 那什么事 我是想问你 给顶封注资的人是谁 我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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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来那么多闭气啊 给我说清楚 他 他 他没跟你说啊 那我觉得应该他自己说对不对 你今天要是不说清楚 你就给我滚出家去 志超 你跟我实话实说 这幕后的人到底是谁 我怕你们了 哎呀 这个人哪 就是 傅义泽 果然是义泽哥 他 接下来的事情 跟我没有关系 就需要黎明自己去面对吗 傅义泽 怎么了 我问你 周志超的注资 是不是你给的 这么快就把我出卖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都跟你说过了 顶峰是顶峰 我不希望你为了帮助顶峰 而绑架剧业 而且 你跟你爸才和好 我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 让你们再产生误会 所以你急匆匆跑进来 就为了跟我说这事 还不打算 跟我说成谢谢 是啊 你的好意我心灵了 但是这笔资金 并不能彻底地改善 我们顶峰的处境 只是多了一个缓冲的时间 而且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你跟其他股东商量过吗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这是当然 这也不可能出手 出手的是我 这笔钱跟其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属于我私人的 你私人的 那就更需要好好考虑一下了 不需要啊 因为我相信你 那好吧 我接受 但是合同 必须要修改 多加两成女儿了 我们之间 一定要算得那么清楚 我怕现在不算清 将来就还不起了 什么还得起还不起的 你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还不是听你的助理说 你把房子都卖了 我这不就赶紧回来了 我助理 这是什么情况 他把房子卖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事 没事 你别插嘴 阿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快告诉我 艺泽你也真是的 我觉得有些事情 程小姐有权利知道 程小姐 我能叫你凌云吗 当然可以了 凌云 你知道我们家艺泽 都为你做了什么吗 非常事业 他完全可以加价抢回来的 可是他呢 主动放弃了 丰华集团赵震的问题 也是他上报的 他是怕你们合作 出现问题 那顶峰就真的走上绝路了 还有就是 他拿出他所有的积蓄来帮你 现在呀 连房子也都全卖了 他跟他的助理说 他要倾家荡产娶媳妇 可是他想娶的那个人呢 却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你说我们一则是不是太傻了 你什么意思呀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以为你的脾气我不懂吗 要是我跟你说 你全体会答应吗 谢谢你啊 阿姨 要不是你告诉我 我可能这辈子都不知道 对了 对了 真的是我助理 他给你打的这个小报告 不是的 是你爸担心你 让我问问你助理 他就跟我说你卖房子的事 你爸说了 让我回来帮帮忙 你正给他未来的儿媳妇打工呢 那爸他的情况怎么样 放心吧 病情已经控制住了 不过要想痊愈还需要治疗的吧 不过他说了啊 他要回来亲自主持你和他的婚礼 说真的 阿姨啊 谢谢你 你不光是照顾我爸 而且还替我的视潮心特地废回来 真的谢谢你 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 有些忙呢我就可以帮 可是有些忙呢我就帮不了了 有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 你要抓紧时间呀 凌云 我先走了啊 嗯 窗外的天晴 下过一场雨 此刻我的心情 像阳光被乌云遮蔽 时间来不及 等你做任何决定 别淋湿了勇气 被现实困在原地 你太过分了 什么意思啊 你说真的那么希望我求婚了 现在还不行 我连婚房都没有 你以为你求婚我就会答应 好 好 不过说真的 给我一些时间 让我处理完顶峰的事情 等我把顶峰 万万整整地交给我爸 带他们的事情好多 那多久 两年 好 两年也应该足够 足够我去准备 买婚房的钱 不需要 你帮我来买 好好好 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 窗外的天气 下过一场雨 此刻我的心情 像阳光被乌云遮蔽 时间来不及 等你做任何决定 别淋湿了勇气 被现实困在原地 我试着鼓起勇气 进入你的风景 不管前方多崎岖 越努力 越努力 幸福越靠近 夜色已降临 满天的星星 一个人追寻梦想的足迹 我闭上眼睛 听着风呼吸 把则尴尖 和此次要为您 这个流行 跟其他的风景 淋湿南 根本身不吝 和其他人 一切也被咬眼 一切也被尝尿 外生不吝射 一切也被余充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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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风呼吸 仿佛是你的耳语 轻轻轻轻地唤醒 梦的旅行 你这想什么 我在想易泽在国内怎么样 他跟剧野的高层相处得好不好 还有他跟凌云的感情发展得怎么样 好好好 一切都好 你就放心吧 他的领导能力向我 他的魄力和手腕也都向我 所以你就不用操心了 他已经都向我汇报了 剧野集团已经步入正规 而且他又谈了几个潜力十足的项目 所以你就不要牵挂了 你这是夸他呢还是夸你自己呢 不过你说得没错 易泽重情这点最像你 慧荣 谢谢你 谢谢你 你这么多年的陪伴 你的关爱 你的善良 你的坚持 你的守候 让我获得了重生 我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一定要为你而活 我 我要一直一直守候在你的身边 照顾你 爱你 我的傅太太 我等这句傅太太 等了这么多年 你现在终于成了傅太太了 你也成傅老太太了 不老不老 一点都不老 你在我的心里啊 永远是那么的年轻 那么的漂亮 我还是听不惯你 说这些甜言蜜语 你还跟以前一样 那么霸道 那么健康 就好 你看看 我现在身板不很好吗 医生都说了 我恢复得很好啊 你是在康复 但是你还没有权利 难道你不想回去主持 你儿子的婚礼吗 哎呀 我当然要回去啊 所以啊 所以你要听医生 当然还有我的 好好好 傅太太我遵命 哈哈 对了 启明快出来了吧 还有多长时间 还有三个月 没想到 这两年你真的等下来了 哎 启明出来之后 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什么 第一件事 然后是赶紧回家啊 嗯 马上就回家 哈哈 你想干嘛呀 你 哎 你少调干我啊 对了 你跟周志超的事情怎么样 这两年 你想完全病了一个人似的 这可都因为你啊 要不然你就考虑一下他 他挺不错的啊 两年都过去了 我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会不知道呢 哎 可是这高翔 两个电话都没有 说不定 婷婷 怎么了 我永远都记得 你最美的样子呢 就像冬夜过后 一缕阳光射出的温暖 我永远都记得 你最美的样子 你最美的样子 就像狂蜂过后 一只绵雅抽出的坚强 你最美的样子 定格在我脑海 它会带来春天的照样 它会让花儿绽放 你最美的样子 是你就是你的样子 是你哭你笑你发脾气 我回来了 是你欢乐的样子 是你欢乐的样子 你最美的样子 定格在我脑海 它会带来春天的照样 它会让花儿绽放 你最美的样子 是你就是你的样子 是你哭你笑你发脾气 是你欢乐的样子 你最美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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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笑我的天 你最美的样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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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